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质量厂 运驾一体机正在拆起 已经降下来了 拆了一道半了 车轮子全部都拆走了 放在后面的 这里就是站台了 它是两台四线的 站台与同的基础 那些车轮就是运驾一体机的 师傅们开始上班了 运驾一体机 要大写8块 然后再装车 用挂车来运车 接下来就要拆现主粮了 主粮上面有很多小螺丝都要拆掉 前面的挂车上装的是钢轨啊 倒叉啊 这些部件 这是进车上用到的 看好了 钢轨 洗脑机都拆走了 这个运驾一体机还有拆卸几天 拆卸洗脑机比一体机更快 钢车系 都是从一体机上拆下来的破键 师傅们也要大火了 一体机拆下来的破键 估计要坐四号机车 甚至二十车 至于高速铁路 明年就要通车了 对面的山要忘掉 进车站的道路就从那边过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 一体机全部拆散了 一体机的道梁全部拆成 一小段一小段的 这样就方便双车了 还在切割 进一百米长的一体机 拆散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后面再用半挂车来装车就可以长距离的运输了 可以走高速 治疗场内的东西 都要拆走 对面就是邓关站的站房 已经建起来了 占房挺有特色 把锡上正位吧 那中间就是高铁线路 现在还是路基 我没有弄好了 对面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站台的位置了 中间是主线 拆散是四条线路 这中间的骨色的 都是一体机的主要 拆成大 拆成一小几一小几的 都还这么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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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